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昆旭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表示 匈牙利在等待欧盟正在筹备的 新的非洲战略经济发展项目 能够集中在经济发展项目的执行 以及安全事务的改善 并且不要成为最新难民潮的典型范例 希尔多比德强调 这一新的欧盟非洲战略的目的是 非洲国家能够加强人口保留的能力 并且能够使相关国家的人口上涨 希尔多比德在布鲁塞尔外交事务会谈的 休会期间强调 匈牙利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才会支持欧洲联盟计划中的人权制裁制度 外交部负责人说 匈牙利希望正在准备的制度 将在纯粹的法律和非政治的基础上 处理人权 并平等对待其所有的居民 我不明白如果不考虑少数群体的权利 或被迫害宗教团体的权利 我们如何能够讨论人权 我也再次强调过 我们期待新的委员会不要实施双重标准 不要有选择性的态度 不要进行删选 而是如果我们讨论人权时需要普遍地看待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和正当的期望 我想再次提醒补偿的问题 我们不能做出共同的决定 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效果 然后我们甚至不能对此进行辩论 在首都的马达奇广场 举行了自由的剧院和文化独立的游行 根据组织者的说法 政府的法案将违反戏剧界的自治权 取消对独立剧院的运营补贴 并赋予政府权利任命市政剧院的导演 几名反对派政客参加了示威 许多人预测他们将会在哪里 韦德杨斯基阿提拉在M1电台表示 通过新的剧院法 政府想要以民主方式 解决数十年的剧院问题 例如资金 这位西亚利戏剧学会主席表示 他们对此法案感到满意 也为他代表了重新计划 和消除不公正健将的机会 预计该提案将在星期三 由议会投票通过 有着巨大的差异 早些不敢接触此事 我认为他们现在 想以最民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和所有人都单独谈判 将会有三个自由选择 由地方政府来接管 并由剧院自己来解决资金问题 或由部委来接管 或者共同为剧院提供资金 但必须与每一个剧院进行协商 因此找到一个 比现在更民主更好的方案 是不容易的 方基各也前来参观 梵蒂冈的伯利恒展览 宣亚利则是今年的特邀嘉宾 科达伊佐尔坦和上学院的学生 为天主教领袖表演了 宣亚利的耶稣诞生戏剧 和教堂的圣诞节颂歌 方基各还获得了意大利的一种 不知名的圣诞巧克力 为此他在宣亚利语中表示感谢 科达伊佐尔坦和唱团学校的学生们 为了向罗马天主教教主表达尊敬 准备了圣诞节歌曲 和一场特别的 特兰西瓦尼亚的牧眼游戏表演 在表演后 方基各与年轻人们握手 并感谢他们演出了《伯利恒》事件 在方基各与展览中 共有18件匈亚利手工艺术展品 其中由木头雕刻的 珍珠和回收纸材料制作的 甚至利用圣诞节小饼干和玉米 可做成的与玻璃痕相关的物品 每件掌品都非常独特 埃斯泰格姆布达佩斯主教表示 这些都是为方基各准备的礼物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可以介绍我们自己的传统 但同时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 救生体大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力 我认为就两件事情 无法更完美地连接一起 最大的国际宗教活动之一圣体大会 将于明年9月份在松亚利举办 主办城市将是布达佩斯 但多座县下大型城市 也会举办相关活动 主办方计划将迎来数万名 来自国外的朝圣者 本国自1993年参加 凡迪刚的玻璃痕展览 今年首次作为特要嘉宾 人们截止至1月12日可以前来 并欣赏到松亚利掌平 现在前来切尔茨参观的人 可以到赖古伊安塔尔民族博物馆一关 游客们在入口处可以看到一个 完整的通过薑饼制作的世界 跟随博物馆的同名民族家 赖古伊安塔尔 从暴孔尼到北乌拉尔 从东脑河到福尔加河的旅程 沃石州的叉恰尼多 罗斯洛也为圣诞节做出了准备 每年都会有一整个露天的展览 在这里举行 本次用超过5000个LED灯泡 耗时三个月制成的圣诞老人之乡 北极圈的壮观景象 将映融入人们的眼帘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